近一周以来 欧美的多款新冠疫苗临床试验相继发布数据 特别是前两日的Monderna疫苗 以95%的有效率 极大的过誤了美国人民的信心 当然还有股市 当这个消息传遍世界各地的时刻 大家可能多多少少都会有些疑问 那就是为什么中国的疫苗 临床试验开始的比较早 但现在 只有美国的疫苗三期临床出现了结果呢 难道中国的几款疫苗都组队夭折了吗 今天我们就来挖一挖中国疫苗的消息 相比之前 虽然中国的几款灭活疫苗 已经在国内紧急使用 但是三期临床试验的结果 一直没有正式的消息 从时间上来看 国药集团科兴的灭活疫苗 也都与辉瑞Moderna一样 在7月份就开始三期临床 国药集团的临床试验 还开展的稍微早一些 那为什么只是美国的两个 疫苗实验能提前扎堆报道结果呢 要回答这个问题 我们其实就要解释一下 疫苗三期临床实验的结果 达到什么程度才可以揭晓 当疫苗进入三期临床实验后 会给所有志愿者分成两组 一组注射实验所需的疫苗 另外一组 则是被注射了安慰剂 作为对照组 所谓安慰剂 就是完全没有任何疗效的事迹 纯属给志愿者一个假象 当然志愿者们是不知道 自己打的是真疫苗还是假安慰剂 所以当三期试验开始后 除了要做到注射真疫苗的实验组 均出现不同程度的免疫作用 未被感染之外 还要出现注射了安慰剂的对照组 出现较多的感染者 才能表明疫苗有确切的保护作用 当大家明白了这个道理之后 我们就来看一下中国疫苗的临床实验进展 国药的临床实验在阿联酋进行 也是3万人左右的规模 阿联酋有大约1000万人口 目前每天新增1200例的感染病例 所以大约是每万人中 每天有一人感染 所以国药的临床实验中 每天只有1到2人感染 需要保持这样的感染率 两个月左右 才能获得一定数量的感染者 而科兴在巴西进行的临床实验 是9000人的规模 巴西人口大约2亿 目前每天新增大约2万感染 大约也是每万人中 每天有一人感染 所以临床实验中 每天只有不到一人感染 也需要保持这样的感染率 两个月左右 才能获得一定数量的感染者 所以按照这个时间来推算 国药科兴的疫苗 都应该在本月底左右 获得一定数量的感染人数 公布临床结果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辉瑞和莫德纳的有效率 是怎么计算出来的 根据这两家公司披露的三期临床数据 辉瑞临床实验的感染人数是94人 莫德纳公司疫苗的感染人数是95人 所以当有人看到90%的保护率 以为对照组100%感染 疫苗组只有10%感染 这也是错误的 比如莫德纳公司给出了具体的感染人数 对照组90人 疫苗组5人 每一组人数约1.5万人 所以对照组粗感染率为0.6% 疫苗组为0.03% 相比之下 疫苗组感染率下降了94.5% 所以当你看到有哪家媒体哪天报道 三期疫苗临床实验目前51人感染 疫苗有效率为100% 那这一定是个缺乏相关知识的媒体 或者就是报道了一款假疫苗 所以综上所述 当大家明白了疫苗临床实验的设计 可能就非常容易理解 为什么欧美的这几块疫苗进度大大赶超中国了 说来也尴尬 这完全都要感谢这些地区 每日数以万计 甚至数以十万计的感染人数了 就比如目前美国新冠疫情非常严重 7日平均日增感染数达到15万 总体上 在2000个美国人中 每天都会有1人发生感染 按照这个比例 假设感染只出现在临床试验中的对照度 归瑞的试验 每天会有11人左右感染 莫德纳公司的试验 每天有7人出现感染 我们按照这个速度再进行计算 两个临床试验组 每周都能有50到77人感染 这不但能解释 辉瑞的试验能早一周爆出结果 还能告诉我们这样一个事实 其实大部分感染的病例 都是出现在最近这一两周 那么再说最后一个大家关心的问题 就是FDA 什么时候会批准这些拿到 三期试验结果的疫苗上市 其实目前美国两款疫苗的临床结果 还不是最终结果 只称作中期分析 意思是试验中的分析结果 按照预设 感染人数需要达到150到160人 才能做最终的分析 从目前的疫情来推测 感染人数从90人增加到160人 也就只需要一星期左右的时间 所以这两家疫苗都会相继发布最终分析结果 根据之前的约定 新冠疫苗不但需要拿到保护率数据 还需要至少一半入组实验者达到已接种两个月 在观察期内都没有严重的不良反应 才能获得安全性数据 然后才会递交疫苗紧急使用的申请 从时间上推算 在11月下旬 两款疫苗都将获得这些数据 所以如果不出意外 在提交申请之后 美国FDA有可能在12月底或者12月初 紧急批准这两款疫苗 之后大家便可以开始大规模的接种了 如果您喜欢本期视频 请关注点赞并分享 下载APP解锁更多功能 我们下期再见哦